- 國產品牌的Nissan 最近有沒有推出什麼樣子的新車呢 有一個特製版Nissan的Sandra 推出了這個黑帶魅力版 那黑帶魅力版跟一般我們買到的Sandra 車型有什麼不一樣呢 昆仁哥 這個黑帶魅力版 其實它是我覺得是最近這幾年 最近下半年的Nissan 它要希望再買 往上提升 對不對 原本Nissan這個Sandra 其實它從去年10月發表到現在 你看整整一年 它已經賣出了1萬台了 所以也就是平均一個月大概900到1000部 所以這個也是僅次於什麼 我們所謂的Artist這部神車 在房車裡面它佔有老二的一個地位 所以我覺得 它在這個房車的一個分量 我算是覺得還算是舉足輕重 那這次你這樣推出這個魅力 這個黑色魅力版 它最主要是想要 它整個在因為它原本的造型 就非常非常的運動化 它再把它 部外觀上做一些 鏡面的黑化處理 讓它更有質感 首先從 它原本也要選的那種 2-tone的一個 雙車 雙車身的一個車色 現在列為標準配備 原本那個要加價1.5萬的 那再來比如說水箱護照 還有前後保感的飾條 還有鋁圈的黑化 然後又做鏡面的處理 所以整個看起來更sporty 更有質感 那裡面呢 裡面跟一般正常版不一樣 就是第一個它 可以看到那個冷氣出風口 非常非常的炫 它有七彩顏色可以做變換 也跟上了歐洲車的腳步 沒錯 然後當然它也是本身車艙 那個內裝也是採用2-tone的一個 黑色跟橘色的一個鋪陳 所以它從內到外 更加的運動化 而且更加的有質感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覺得它原本就是一個 一個它說省油網嘛 然後省油網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它強調的 它非常省油 還有CVT的搭配 一公升可以保持7.7公里 那當然在安全網 它的那種主被動安全 架式配備也是非常的齊全 所以整個這樣包裝起來呢 有助於它在這個今年到年底 到明年年初的一個購車旺季呢 可以再幫助尼桑再衝一波買氣 好 看完了TOYOTA 看完了尼桑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一下福特 雖然緊接著要帶給大家這個新車 可能短期之內 大家沒有辦法在台灣看到 可是福特最近 也有一些新車的消息 像包括之前 傳說說要停產的這個Mondel 還有這個小改款的KUGA 是不是已經有這個樣貌出現了 是 我們看到像這個Mondel的部分 國內才剛剛發表的是 這個Mondel的SGR 這個旅行車或Hybrid的車型 但它終究是一個產品末代 因為在中國大陸的長安福特 他們已經送出了他們的當地的福特的 新的Mondel的車款 全新的喔 全新Mondel 這歐洲不是已經停掉了嗎 對 美國它叫Fusion也停掉了 那似乎在中國找到了一個機會 那事實上中國因為市場大 我們先前看到有Escort 對不對 就福瑞斯 還有那個金牛座 也就Torres 也都在中國 都找到了機會來生產 因此Mondel來到中國來生產 也是情有可原的 然後這部新車 它出來之後大家覺得很驚豔 而且覺得不像原來那種標準的房車 或者是旅行車 為什麼呢 因為它長得像今年年初上海車展 所發表的一款概念車 叫EVOS的 這部車子 好概念喔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有這種Close Over的那種味道 也就是這個CV化 而且你有看到 它除了雖然說它的外觀上面 它做了一些電高等等做了跨界 但它車身並又不像我們一般講的 像All Back是旅行車 它還是走的是房車的路線 所以這是它一個蠻有特色的地方 這部車子它還有一個很大特色 它車長完全是跟現有我們看到的 福特的歐規的Mondel完全是不一樣 它放大了 它車長超過4米9 軸距的來到2945mm 4米9 它就是一個大型房車 對 都大型房車了 都大型房車了 所以這部車子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它這樣長大了 而且變跨距離 CV感覺就很高了 對 感覺CV很高 而且它看起來 一切科技 假如新科技再放上去的話 它是不是很帥 所以它說 大家敲碗再說 這部車子有沒有機會引進國內 事實上 以國內來講 你假如說是中國大陸生產的話 那我可以告訴你 它是沒有機會來台灣的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從中國大陸 直接進口來台灣的 這樣子一個開放 但是你假如說要國產 國產以目前福特六合 它現在全力拼KUGA Focus 或Focus它加速還可以繼續擴大 其實還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它來這部車子 反而價格一定高 不一定有這個市場規模 但是它假如說 除中國以外的其他市場 假如說國外像美國像歐洲 他們覺得這部車子拿到 他們當地市場 生產也有 這規模的話 它拿過去 我們就有機會 可以導入進口來看看 這是Mondeo部分 那至於KUGA KUGA大家興趣才高 因為這是國內目前賣的最好 也是福特六合的康巴子 這款車子 你注意 看到國外已經有這種小改款 而且小改款 它的這個樣貌 它已經都已經描繪出來了 改變還真是很大耶 各位請注意 它的頭燈原來是整個 整個引擎蓋的上緣部分 它完全拉平的 原本頭燈這邊還拉不通出來 而且它的那個 日行燈是C字型的 現在它改成兩個雙L 大大的L 所以從上翻到下 而且原來下面的日行燈 改到上面去 就燈眉 所以整個感覺 首先看起來很有精神 二來是它的這個水箱罩 這個氣壩也做了修改 改成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八角形的造型 這樣一改再加上兩邊的 一個氣壩的修正 整個一個KUGA 看起來就覺得 這車子真的可以來看看 現在KUGA已經很帥了 你現在車頭再換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很酷呢 真的很酷 據說國外是明年第一季出來 然後國內當然因為是國產 一定會等一段時間 但是可以值得注意的 因為這部車除了外觀之外 它裡面的內裝空台 那螢幕 國外已經換上 據說換上13.2吋的 也就好像一個 13.2吋 小電視一樣 對 小電視 只要放進來的話 我告訴你 那真的是很炫 因為國內 這螢幕我覺得 就是螢幕尺碼大戰 今年可能看的都是 9吋10吋 明年大概就要 往10吋以上來發展 好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看到福特KUGA的 這個小改款的消息 不過呢 在台灣要看到小改款的KUGA 可能真的還要等上一陣子 畢竟這個中型的SUV市場 在台灣非常非常的熱賣 好中型SUV的市場 除了KUGA的消息之外呢 緊接著馬上帶給大家的就是 在小改款之後 Volkswagen的Tiguan 交錯了非常亮眼的成績 聽說到現在呢 還一車難求 你還是要等車 可是相繼而來的 他馬上又推出了 5加2座的Tiguan All Space 他到底實用性如何呢 一起上路試駕囉 是的 各位在這個大SUV市場之中呢 現在又有新同學跟大家見面了 這一次是Tiguan All Space 多All Space這個字呢 其實它就是一台5加2 比較長軸大空間大尺碼的 七人座車型 那這一次呢 導入台灣 雖然小改款之前 也有這樣的版本 不過在等級啦 編程上面有一些些的不同喔 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一次的正式的售價 從330 TSI Elegance Elegance Premium 以及到最高階的380 TSI R-Line Performance 售價呢是從154.8萬 一直到194.8萬 其實對比它先前的一個 預售價格大概有 兩到五萬元的一個漲幅 你可能聽起來覺得很奇怪 那其實是因為它的接單狀況 當然非常的好 而且呢晶片荒啦 全球缺車的一個狀況 原廠所做的一些調整 不過呢 你只要是在2021年的 年底以前 訂車都還是維持一個 預售價格 也就是從152.8萬 一直到189.8萬 對比它五人座 常規販售的車型 大概是十萬塊左右的漲幅 換來後排的多兩個座位 還有一些些配備上面的升級 值不值得划不划算 我們今天就幫大家來 簡單的分析一下 那首先呢 其實我們看到這一次的外觀造型 小改款的提光 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我就針對幾個 比較不一樣的重點 幫大家講一下 車頭還是維持 一個這一代提光 比較剛硬啦 刻畫的 比較運動化的一個造型 不過 在這個版本呢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它的下保感 對比一般沒有R-Line的車型 其實在Allspace的版本上面 它做的是比較運動化一點的 那在車頭的部分呢 延續小改款水箱護照 連接到兩側的頭燈 它的造型輪廓 變得比較動感一些些 結合兩側 可以看到旁邊的著名iQ-Lite 它是iQ的矩陣式燈組 作為全車系的標配 那水箱護照的部分呢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中間大家如果仔細看 因為我們現在白天 如果夜晚的話 你會發現跟 例如Arteon 新的Golf八代一樣 有一條LED的定位燈 那來到車側呢 有一些些的重點 當然輪圈19寸 在今天Elegance Premium的版本 有點不同之外 比較好去分辨 五人座跟七人座的車型 兩個點 第一個當然在燕子版上面 它有一個Allspace的名牌 再來後照鏡 全車系各種的顏色 都會配一個銀色的烤漆 銀灰色的 就比較好在路上辨識 那在車側呢 其實因為它是一個車長 以及軸距拉長的一個版本 所以它的車長已經來到了 4726mm 對比先前的4.5mm左右 大概有20公分的一個車長增加 軸距來到了2789mm 大概多10公分 好我們先上前座 先幫大家簡單的看一下 它這次配備上的不同 那坐進車內呢 平良心說 雖然沒有Golf八上面 那麼科技化的一個鋪陳 但是呢這一次在提逛的小改款部分 多了很多更先進的一些元素 例如全數位的儀表 10.25寸 它有三種不同風格的顯示 你可以切換多媒體啦 導航圖資 另外在中控的螢幕上面 它多了非常多圖像化的呈現顯示 當然還有無線的Apple CarPlay 那其實在All Space的版本上面呢 比較大的區別是座椅的部分 除了加熱還有通風的功能 那我現在坐在這邊 就還滿涼的 很舒服的 所以它的椅子 其實也是有一點點打孔透氣皮 好 再來我們到這次的重點 當然就是它的空間 好我們先做第二排 首先我剛剛講的這個開門的長度 因為它的門板本身長度就已經拉長了 所以你上下車的時候便利性是更好的 現在是一個我還沒有調整過的標準的空間 那其實現在這樣子坐起來跟五人座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的座椅其實可以退到這麼後面子 那因為前面其實它取消了之前的餐桌 變成兩個置物台 這部分我覺得可惜一點點 餐桌真的還滿實用的 它其實也有角度的調整 這樣是最挺的 這樣是最斜的 乘坐的舒適性就還不錯 你就滿多空間可以去調整 那要進去第三排也相當的容易 你只要把第二排的這個座椅 翻倒之後它可以直接的往前推 那你就可以很 也不能說多衝動優雅 但是相對比較方便的上下車 來到第三排呢 其實坦白說啦 以我的身材其實還滿局促的 但是我覺得古家2的車型就是這樣 它比較偏向一個應急使用 不太適合長時間的七人座乘載 好OK 我的頭部會頂到 有點坐不直 我可能要坐斜一點啦 就是 短程的應急用 做七個人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只是你如果長程一點 比如說台北到台中 可能就會有點痛苦 好到車尾呢 其實我覺得跟之前的造型風格差異沒有很多 但因為是Alexis的車型 所以有些鍍鉻 包含它的排氣管也是隱藏式的 那打開這個電動尾門之後呢 我們剛剛示範的標準三排座空間 其實它的後面還是有一些置物的空間啦 並不是說第三排整個直接貼著尾門 那如果你要放倒第三排座椅 其實扳這個按鈕推下去就可以了 其實還滿方便的 如果你連第二排都要放倒 其實它有一個拉柄 很簡單 一件事就可以把它推平了 那全部放倒之後它的容積就超過1500公升 其實因為等級編程的一個調整 過去在小改款之前 有所謂最入門的280的車型 那對應這樣五家二人座 其實你滿載的時候 坦白說是有點重拖的啦 我之前試駕的感受 不過呢 這一次都改成由330 TSI的動力起跳 一直到380 也就是說呢 全速都是採用2.0升四缸渦輪增壓 EA888 Generation 4 的一個名機 所以它的動力呢 從330開始已經190匹起跳了 0到100加速其實7.7秒 它的動力呢 撐不上猛爆 但其實真的是還滿充沛的 即便像我們剛剛試駕很多山路的那種路段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DMING PAO!